翔三 你好 出口新闻 平時要創新菜式的話 你在哪裡取得靈感 通常資訊發達的情況 我都是上網去看 有時看不同國家的菜式 地道的食材 去思考 做了柱子那麼久 有沒有遇過瓶頸位是怎樣面對 其實每天都有瓶頸位 每天都有很多問題需要解決 但去到某些瓶頸位的時候 我們又會停一停 不做那些東西 去做其他東西分散的注意力 或者去看其他上網看影片 看一些搞笑的東西 先輕鬆的人 轉過頭就自然又想到那些東西 搞笑不是想榮感的 我們輕鬆的 是 輕鬆的 今天做甚麼 今天就是鮮魚湯龍躉泡飯 哇 第一步做甚麼 因為我們扯魚湯需要時間 我們先去攪魚湯 這個魚是甚麼魚 這個就是龍躉 骨頭很厲害 骨頭很臭 但它的好處是骨膠原 骨膠原很厲害 所以用它來煲湯 對 扯的時候湯又不同 你看到它這個脂甲 很大的樣子 對 它是很重的膠原蛋白 我們現在砍小塊 就是方便我們煎的時候 煎 這個時候我們砍完 要先煎 我們要拿魚湯 要先爆一下薑 是 煎這個 它就 不能急 要煎到全部金黃色 是 最主要 魚湯很多時候都說不夠奶白 是 不夠濃 是甚麼原因 是煎的時候 一定要煎到它 我們叫起殼 起殼要先 才會乾身 是 起到全部金黃色 很乾的 這樣就會白色 是 這個是其中一步 第二步最重要 就是我們臨撞水的時候 鑊一定要夠熱 哦 第三步 對 第三步 都是重點的 那些水一定要夠熱 全部都要熱 全部都要熱 鑊的東西夠熱 對 魚也要熟 那是不是一定會白色的 這個我問得好 通常水分三次下 為什麼呢 我們夠熱所有的情況 配合的時候 我們一次過撞太多水 它吃不飽 是 它會變成分解 煮出來的湯就會分離 15夠白 好像有一點清一點 又有一點白一點 對 所以一定要這四樣條件 配合一下 你扔湯就一定夠濃夠白了 嗯 這個就要少時間 我們不如在這個時間 我們改了一些斑球 好 我幫你撈一下 好 謝謝 我們龍骨 用來扯魚湯 還有一些龍躉肉 最主要我喜歡用深海龍躉 它的皮 很厚 對 好像我臉皮那麼厚 有很多膠原在裡面 對 好像吃花膠 對 好 這些我們煎上去吃魚的質感 很厚 看你切得很厚 有很多的我們加進去煮魚湯 直接切得好像我們平常吃Sashimi 那麼厚 對 這個我們要煎在泡飯面 除了可以吃到魚湯 我們也可以吃魚的質感 對 這個我們先用來調味 要用一個盤子 拌一下 好 少許鹹 嗯 我覺得這些食鮮味 不需要加太多甜味 對 真的只是鹽嗎 胡椒粉要不要 也不用 胡椒粉要少許的 好 還有我喜歡加少許蛋白 好 令它滑一點 滑一點 對 看來每個人都是食家 但是不會煮 對 所以要跟他學 吃的才是最重要的 好香 對 蛋白是否比較滑一點 對 滑一點 好香 嗯 我們最後要鎖一點生粉 因為蛋白吃下去 我們鎖了生粉 它會脹身一點 哦 輕輕一點生粉 煎出來的時候鎖住 嗯 還有容易一點金黃色 嗯 魚湯其實我都很喜歡喝 對 我都很喜歡喝 對 超喜歡喝 現在就是我們蕃茄 蕃茄呢 我就普通切一大塊就可以了 嗯 但是我鎖頭扯這個湯的時候 我會煎那個蕃茄 煎到它夠軟 那我們撞下去 扯的時候就很好扯了 這蕃茄 都很多 其實已經夠了 現在都開始有一點金黃色 對 這樣 如果我們想它快 通常我們燒到夠熱的時候 通常開大火 對 就開大火 但我們就直接不動它 嗯 對 有時候會怕 會不會凍 對 對 其實它有一點蕃茄 反而我們撞出來的湯會有一點點 黃色 會不會帶一點黃色 對 但真的不要去到… 焦了 焦了 對,焦了 有時候我又不動它怎麼看 現在你看到它燒焦了 是 如果它真的會告訴你 它燒焦的時候 它的煙是白色的 很濃的白煙 這個時候我們就撞湯 下熱水了 對 那多少份量才適合 第一次 因為你要撞幾次 剛剛過面 三次 剛剛過面 對 這個時候我們就輕輕推一推 是 以防它有些水落不到它下面 會黏底 這個時候我們大約就預計 8分鐘左右 是 讓它收一收 不停不停滾滾滾滾滾 我們現在再加一點 那就可以加第二次了 對 因為它這個力度其實收不到 所以我們要加多一點 讓它自己收 好 好了 那我們現在這個湯就扯到這樣 好香啊 現在已經聞到 好鮮味 流口想喝 這個時間呢 我們要先倒起它 是嗎 為什麼 因為它的精華我已經扯出來了 是 接著呢 就加我最喜歡的番茄 番茄呢 我喜歡炒至夠熟 是 它轉頭扯的時候 就會出一點 是 不是 我煎完呢 它容易出味 容易出味 它那些扯出來的味道不同 那如果我們純粹煲湯呢 倒下去煲的時候 除非你時間煲得夠 譬如好像我們這麼短的時間呢 我們建議煎透一點 嗯 那它出味的程度又會更快 會更快 又多一點 那現在開始呢 看到它有些脫皮狀態 是 軟身了 你要它多熟呢 其實呢 我煎到它開始軟身就可以了 因為我還要和它 再煮湯 一起扯一扯 那這個時候呢 我們再加湯 扯好它的湯 你本身煎的那個魚夠 湯都開始有些金黃 是的 而且它是香的 湯真的香 那魚湯呢 就算你煎好不煎好 其實它煮出來也是鮮甜的 嗯 好了 現在扯到差不多了 你看到那些番茄已經融完了 看到那個番茄色出來 對 還有它的香味 香味出來 我們說明是泡飯 是 泡飯我們當然是 放些飯一起煮 哇 就是這樣放進去嗎 就這樣放進去嗎 就這樣放進去嗎 我以為我會這樣攪拌飯 攪拌飯 攪拌飯 那些叫攪拌飯 哈哈哈哈 有些人誤會了泡飯和煮粥 即是煮粥那樣東西 喔喔喔 原來這些泡飯不是粥嗎 但它說為什麼泡飯這麼稀 為什麼好像碎碎 通常我們泡飯就是用湯輕輕煮 煮它 讓它入味 但如果我們煮粥 即是煮到麵 煮到麵 所以這個粒粒還在 是的 兩者吃法就不同 是的 是的 好了我們加上飯 調一點點味道 要知道什麼 番茄偏酸 我們要加一點糖 加一點鹽調味 加一點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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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時間拌勻 關火 我們就煎魚塊 即是像志文說 魚生一樣 沒錯 現在正是魚扒 現在正是 那煎這個龍躉有沒有特別的技巧 其實煎這個龍躉 最主要就是我們剛剛調味 但我們這鍋就建議用平底鍋 即是不會那麼容易黏鍋 這個開始煙有少許濃 哇 好厲害 你只看煙你不能夾到後面 看你猜到後面輸了多少 我好像剛剛扯完湯 它的煙會告訴你 白色就焦了 對 白色比較濃的時候 就開始準備准焦了 到你真是標白 白很濃的就已經焦了 所以其實食物真的會跟我們溝通 嗯 好 魚就煎完了 好 湯又夠熱了 嗯 你看到剛剛 現在它就沒有那麼稀 就是因為我們加了飯的原因 要拌回湯 很濃 真的很濃 很濃 很有營養 這個很有營養 好了 完成了 鮮魚湯龍躉泡飯 太好了